Hello 大家好 我是Alice 雖然我的妝片好像很仔細 但其實平時出門口是趕到爆的 今次這個妝是我近來最常化的 如果要我筆架思索的化出來 就是這樣化的 今次上片跟大家分享我近來最愛用的化妝品 首先就是Chanel Cushion 雖然一打開盒子 裡面都挺驚嚇的 不過Poke又真的很軟滑 印上臉又真的很貼妝 而且它的粉質不會太厚或太薄 如果你是乾性皮膚 臉又不是太多瑕疵的話 那就很適合用了 近來我也入手了Clay Deport的Concealer 我想很多人都認識它 因為真的好出名 不過用法大家就要留意 首先要用手指的熱力 擦溶了遮瑕膏 然後點上淚溝圍 然後再用遮瑕掃 blend開它 這樣就會貼很多 有一個Concealer 當然要配上這個神級的轉光粉餅 大家不要眨眼 一上粉就會立即變成霧面陶瓷肌 雖然真的很貴 但它的粉質真的極度極度有勢 是超級值得的 D&G以往都比較主力出香水 但近來就有彩妝 想不到又多有驚喜 這盒眉粉它小小盒 但已經有齊眉掃和眉擦 還可以加長它 大家可以用淺色的顏色填補一下 然後用深色的顏色 描緊邊緣 它的掃也很挺身 所以就算你不用眉筆 都可以很工整 一盒就完成了 其實這次右邊的眉 是畫得有一點深色了 不過不要緊 它有眉擦的 我們就可以用它 把顏色擦鬆一點 這樣就可以自然一點了 而且它不是很婆媽那種眉粉 一畫就很夠顏色 又不會一塊塊 所以都很容易用 不過大家記住 一點完眉粉那一刻 不要馬上畫眉頭 用掃剩下眉粉 打圈地描眉頭 已經夠色了 這刻BECCA的眼影 我想推介給大家很久了 因為它的粉質是非常幼細 所以在你blend的時候 很容易做到漸層效果 是超級自然 好像打陰影 我對眼那麼漂亮 我平時就會用肥仔掃 用第二淺的顏色打底線 然後就用一個blending brush 將第二深的啡色 慢慢在眼尾和眼窩位 blend開它 你就會慢慢看到漸層的效果 還有我自己很喜歡用啞色的眼影 因為可以遮住雙眼皮貼 還有可以用來打鼻影 大家可以用這個掃 就點第二淺色這個顏色做鼻影 它的效果會很自然 沒有人知道你刻意打了鼻影 但又可以令到你的輪廓深了 很多時候我對專櫃品牌的眼線筆 期望都不太大 但今次D&G這個眼線筆 打破了我這個想法 首先它的筆咀 不是一條條毛的一種 它是好像科學毛筆一樣 挺身一點 但反而我覺得它比較容易操控 而且它的墨水很夠黑 而且很充足 所以你看我一刺下去 就已經可以畫到 而它最厲害的就是 我出了街畫了一整天 它也不會掉到下面 是很持久和很緊的眼線 所以大家可以很安心地用 絕對不會出醜 然後夾上眼睫毛 塗上眼睫毛 這次又是用到MJ的睫毛液 又持久又增長又根根分明 就是它了 胭脂方面 平時我最常用到的 反而會是偏紫色一點 因為這樣會比較容易做到 白淚透紅的效果 看來的人又真是年輕一點 大家都試一下 唇膏方面 我就用Lancum這支 387號的顏色 之前命定顏色唇膏那條片 就介紹過給大家 這次還夾上這個簡單快捷的 我自己研發出來的 下星期五就會出片 大家如果想第一時間 收到我的出片通知 就記得按鈴鐺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